你怎麼會知道,你怎麼會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差別是 我大概開始去用 影像本身去 就是用一個video去講一些事情 因為之前的創作大部分都是裝置啊 或是說就純聲音或是說表演 然後這次可能就是用 又換了一個媒材 嘗試去講一些事情 因為我碰到VDO的部分 我又跟那些做VDO的人的那種 碰法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拍出來的東西可能也 也不是那麼的一樣 我自己在看我作品的時候 它雖然是VDO作品 可是我會把它用一個 VDO裝置的部分的形式去想 你單看一個的話 那個作品的意義可能不大 可能就是要六個左右 然後一起同步這樣子 這樣子 我有一些想講的事情 好像比較接近這樣 對 那這個想法就是說 因為我那個聲音的來源 日光燈的閃爍 然後我自己在錄音的時候 我覺得我在錄音的那個現場 那個光是變化非常劇烈的 我其實試過一些方法 要怎麼把這件作品把它轉成 用VDO的方式呈現 我有四個幾個方法 不過都是貼近於燈的 明滅這種狀態 後來我就決定說 去找一些人 讓他們就真的去聽這些聲音 這些聲音 它在聆聽的同時 現場的日光燈又跟著在做一些反應 然後那些光影在變換的時候 人的表情其實好像會有點不一樣 跟背景啊 一些流動的狀態這樣子 其實我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我知道我可以去各個年齡層 都可以去找一些樣本出來 我後來就決定說 其實我就找我這個年齡層的人出來拍就好了 那現在看我不知道會不會覺得無聊或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這個時候的作品以後看 或是說經過一段時間再看 或是說我們拿到別的國家去看這件作品的時候 我會覺得那個意義會更有 就是可能我們自己在這邊看 會有一些東西沒有辦法被我們自己發現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那小朋友在旁邊嘛 我想說那就拍拍看 然後就它的反應就很不一樣嘛 就跟我們的反應 那個相似要非常大 後來就覺得其實也OK啊 然後就把它拉進來放了一個樣子這樣 我覺得我的創作一直都是一件扣一件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創作的邏輯比較 或是說創作脈絡會比較 比較不會被別的事情左右 然後反而可能更長久看會有條很明顯的路出來 那因為你一直順著作品的一些邏輯去想下一件作品 它被你想到的方式可能會比較 不管說是比較流行還是什麼比較 當紅的議題可能會有點距離 然後那可能比較有意思我覺得 而且應該比較進得起考驗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每個展覽都有自己的主題嘛 那其實這些主題 就是說我剛剛也講過說 我的作品一定是我一件扣一件 我沒辦法一次跳太遠 就是我好像有嘗試這樣跳很遠過 但是那個東西出來會不紮實 因為你知道我假設說我碰了日光燈很久 其實那個很久的那一段會累積很多東西 其實就是你非要經歷這麼久的時間 你才會知道的一些事情 然後每次展覽的主題都會不一樣 其實它就變成說一條線 然後反正作品的發展有很多可能嘛 所以這次的可能落在這裡 就作品就會過來一點點 可是它還是在一個主題上 還是在我自己的創作的那個線上 那我覺得也蠻好的啦 因為有時候一個很奇怪的主題下來 就是說你看自己的作品比較不會那麼嚴肅 就是說我不會把那條線畫那麼直 就有時候可能換個角度去想同樣的事情 我覺得蠻好的這樣 就我有時候會這樣 我就會想像嘛 就是說你把這個展覽整個拉到國外 或是拉到什麼地方 拉到月橋 你就會發現 但是我覺得它像是一個 就是208的那個切片 就一切 然後有很多部位的一些代表 被拉出來 然後這個代表 這代表很有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生活在這個島上 然後可是這一切就有很多的 創作方式啊 思考的東西啊 表現的形式 所以說當這個切片被拿到別的地方去看的時候 好像可以被看到更多的東西這樣子 ef Lean在這裡 都兩世不贏了 端子 料理 穆 trust